大家好,欢迎来到财妈的财商课堂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社保卡里面有个金融账户 里面的钱可以取出来用 那个人账户里的钱除了取出来还能怎么用呢 最近微信放了一个大招 微信的保险服务在4月16号上线了一个新功能 可以用社保卡的个人账户余额购买商业保险 里面有几个关键的问题 小青给大家做一个梳理 首先能买什么保险 目前是只能买重疾险和医疗险 主要还是以补充保障的健康为主 第二个是只能给自己买吗 还真不仅限于自己 像本人直系亲属都可以买 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给配偶的直系亲属买 覆盖可以说是很广了 那通过社保卡买保险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最大的好处肯定就是方便 我们都知道以前买保险 要填健康告知 理赔时需要提供各种证明 跑来跑去其实是挺麻烦的 而这款保险呢 通通不需要 因为是连着医保卡的 你的所有就医记录 后台都可以实施调取 所以投保的时候不需要填健康告知 理赔的时候也只需要提交申请 省了很多事 其次呢这款保险它是没有免赔额的 赔付比例是50%左右 主要是社保目录的药物 单看好处可能不明显啊 但和市面上的医疗险结合着看 好处就立马显出来了 市面上的医疗险呢 一般是有一万的免赔额的 在免赔额内的都是不报销的 而这款保险是没有免赔额的 小倩也在这里 给各位设计了一个最有解决方案啊 各位可以先用社保报销 剩余部分走这款保险 最后呢再拿着去保险公司 用高免赔额的保险报销 一圈下来呢 基本上算是零花费了 最后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这款保险目前只针对 沈阳和深圳的用户 但后续会普及到大概16个地区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订阅